高警刚刚一走 这些黑车又重新回来懒活 记者还发现在地铁站出口 当乘客刚一出站 就有人主动上前懒活 一旦有乘客愿意乘坐 懒活的人就立刻将他带到停车场内的黑车上 据知情人士介绍 在这里 黑车司机不仅组织严密 管理严格 而且懒活人 驾车人分工明确 各负其责 欲有执法人员检查 负责望风的人就会发出信号 通知黑车司机逃离现场 遍布在各个场所的黑车 由于长期在固定的地方经营 逐步形成了以老乡 家族等闲散人员组成的经营团伙 随着黑车规模逐步扩大 运营市场管理的难度也变得越来越大 这种组织严密 分工明确的黑车缆客现象 在人员流动比较大的火车站 机场同样普遍存在 而要价也都非常随意 调查中 我们的记者就接到了一个关于机场黑车的举报电话 对此 记者来到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进行调查 在机场的出口 记者发现有一群人专门负责 缆客 这名外籍乘客同意搭乘后 被两名貌似宾馆服务人员的人带到机场的地下停车场 为了查明真相 记者对该车进行了跟踪拍摄 这辆车号为经济05-081的红色桑塔纳轿车 带着客人驶上高速公路 刚过10公里 车就下了高速进入市区 在经过两次掉头之后 这辆车停在了一个小胡同里 经过短暂停留 这辆车又在刚才转弯的地方又掉了一个头 就这样 这辆车在原地转了一圈之后 驶入附近的一家酒店 客人下车之后付了车费 在这名外国人入住酒店之后 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 黑车司机收取了这名乘客380元的乘车费 据了解 从机场到这家酒店距离大约16公里 出租车费不超过50元 而这名客人被黑车司机一次就多收了300多元 据知情人介绍 在机场 黑车载客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而且组织严密 拉客与开车分工明确 一般对象主要是外籍的单身旅客 由于这些乘客不熟悉行车路线又是单身 所以很容易被坑骗 并推出了优惠售书活动 我准备买这本书送给我的孩子 我想让他从小就多读书 从书中增长一些书本上的知识 让阅读成为他的好习惯 这是我对他的最大的希望 今天早晨的情况看 读者进我们店来选购图书印象制品的流量 明显的高于以往的周六周日 今天的营业额从到三点的情况来看 我们已经销了32万多了 有400多名来京物工人员子女的蓝天第一中学 日前收到了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捐赠的5000册课外读物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出席了捐赠仪式 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 此次共筹集了价值100多万元的优秀图书 赠送给在京物工人员和他们的子女 长都市各界也行动起来 像红花小学等学校的农民工子女赠送了一批图书 在北京春季书市上 一些出版社开展了签名授书 经典送读活动与读者互动 十家少儿出版社启动了健康口袋本在行动工程 推出了一批给孩子们看的健康时尚的优质口袋书 希望看到一些既幽默又有知识 而且很健康的一些口袋书 这些书我希望出版社多出版一些 这样的书对我们青少年非常有利 在辽宁省图书馆举办的分享阅读活动中 小读者拿来了自己喜爱的书 现场朗读 体会与他人一起读书的乐趣 汕头市把全民读书活动重点放在农村基层 朝南区龙田镇东华村 向当地农民发出 书中自有致富录读书活动倡议书 倡议农民们将空闲时间用于读书学习 2006世界休闲高层论坛和2006杭州世界休闲博览会 开幕式昨天在杭州举行 中共中央政策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宜 在论坛上发表了题为 积极发展休闲服务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主旨演讲 本届博览会以休闲改变人类生活为主题 倡导积极向上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湖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42岁的高级工程师 陈刚毅修了20年路 从一名普通中专生到挑大梁的技术骨干 在原藏建设的一路一桥上 展现了一位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成才之路 和当代工人阶级与时俱进的时代风采 这里是角龙霸大桥的一个矛盾 整座大桥是由两根主览和四座矛盾连接和支撑起来的 由37股平行钢丝组成的主览是要通过这里 精确定位在矛盾当中的混凝土矛定上 按国家标准 技术上允许有两毫米的定位误差 可在角龙霸大桥上却实现了零误差 角龙霸大桥施工中最大的技术难关 就是在破碎风化的岩层中 采用隧道锚定方法建桥 随时面临开山挖碎的塌方危险 而这一技术在国内还没有人尝试过 一个锚定的混凝土 这个方量是1000方左右 但是采用重力石锚 可能就要达到1万方了 第二个就是采用重力石锚的话 因为对环境的破坏是相当巨大的 既省钱又保护环境的这一技术 在陈刚毅和同事们一次又一次的摸索实验后 终于获得成功 为了实现零误差 他每天都带领我们在猫道上要走一趟 现场测量和计算数据 一个数据都要经过上百次的计算 陈刚毅2001年第一次进藏时 承担的是西藏山南地区湖北大道的建设项目 海拔3500多米的高原上 昼夜温差很大 黄沙岸禺湖北大道的 concor republic 是河岸禺湖北大道的零误 later